台湾小百科 今天我们谈木杖 这是我们前一次谈的那个经理 其实他是被刮 放位在同一个行政期里面 那这个当年因为有一个温山期的一个存在 其实温山这个名字就是指着这两个地区 其实这个两个地区 如果从台湾史开发史来看 它是藏州人所开发的一个地区 而且这个地区 当年有很多的所谓的那个姓在当初是蛮特殊的 比如说一个高姓在木杖 几乎大家都晓得 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中性族群在里面 开拓经过长年来的一个旅迹 甚至今天谈到经理 很多人大概都会理想两件事物 一个就是被台很生命的一个庙宇仙宫庙 那一个就是包种茶 其实不管是从所谓的一个名城包种茶去看 经理 或者是从所谓的一个新宫庙去看木杖 当然这两个在当年所谓的台北的一个尽教地区 因为整个大台北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快速 它几乎现在也变成那个台北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政区 那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对木杖的一个印象 大概就是说燕珠到仙宫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所谓的指南科院可以一票上山的 那时候特别是爬很高的一个楼梯 那木杖的仙宫庙他所公奉的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李洞宾 甚至那时候台湾民间还有很多的谣言 就是说最好请你不要上去拜拜 因为他说李洞宾可能会倒轨 像这样的很多的一个民间传说 其实现在大概这种观念也被打散掉了 那提到一个木杖 我们现在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那指南三下的后来在武林文代的时候 因为政府把一个学校在那边附近 就是所谓的那个政治大学 那今天提到政治大学在谈到木杖 其实我这里要谈一个小故事 因为当年去就读这个政大的很多的学生 都是家庭情况比较不好 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有时候 为了解决山山的问题 真的要爬几百层的一个阶梯 跑到那个仙宫庙去吃灾饭的 像这样的一个点点滴滴 今天我们谈过了好像觉得 人间会觉得不可思议了 但是当年却是一个活活生生的一个事实 那现在我们再来谈谈 木杖的一个特产就是所谓的一个包种茶 其实这个包种茶它的开发一直沿袭到现在 其实也算是台湾的一种很著名的一个名茶 甚至现在木杖也有很多的一个观光茶园在推广 他们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一个特产 比如说猫空的那个很多的那种山顶上的这些茶园 吸引了很多的一个观光客进驻了 那甚至现在的政府又有一些规划 希望坐缆车可以直接到猫空去品茶 我想这些简单的愿景当然会带给木杖的一个现代化 但是我们还就是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 早年的木杖那种顶顶底底的这些小故事 我希望不要随着所谓的台北市的一个发展变迹来当忘掉 听众朋友 木杖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取自于它的旧地名木杖庄 目前它是台北市自然和人文交叠的一个地方 木杖的指南宫是台湾著名的庙宇 而木杖的包种茶更是当地的特产 等等五分钟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暂得 fake